国民党入骨箱党部成员一致排开 为入骨箱7、8、9月份的寿星欢唱生日快乐歌 现场来的近40位党员齐聚入骨箱国民党部 先议员徐素霞感谢国民党的用心 透过庆生会活动的举办来联系党员的情感 虽然入骨箱人口较少 但在志工的努力之下 让党部成为党员最温暖的避风港 多争论在我们六国乡当部 基盘我们七、八、九、九、三、九位青生会 那首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党部 以及我们南道官当部和六国乡的服务参加 随时都在关心我们的百姓 随时在关心我们的党员 尤其我们六国乡的人口不多 不过我们东坡是一间小庙 但是里面却非常的温暖 因为我们随时都有 拜到拜后都有我们的志工朋友 在我们的服务参在这里 在这里接待我们所有的乡亲 不管奉茶也好 还有什么困难什么都可以来我们东坡 亲生会现场除了备有生日蛋糕之外 还有许多从政同事及干部所赞助的摩柴品 要提供给亲生会作为愚姓节目之用 这刚刚也是三西大片 三西的三西的 烤箱 比较大的烤箱 这也有 我要我要 猫球三圍山 这会贏 我们东坡有付这个 庆生会 就觉得能领寄我们东坡的相亲力 尤其现在国民党 现在 当时 更切 觉得我们的东坡 又会给这个 说真好 我不要继续 还要继续办 尤其是说 这里东坡 不知 东坡 比较续 议长何生峰表示 透过亲生会的举办 可以让每个乡镇市党员 更了解中央政策 及党部目前的运作状况 最重要的是 能够凝聚党员之间的情谊 祝福七八九月的寿星 生日快乐 记者黄轩瑞 入股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